您好,欢迎您好每期关心台电的消息 世大运期间在网络引起热烈讨论的女排球员皮皮和自由女神 你知道她们其实是台电的正式员工吗? 台电长期培训六支社会家族球队 催生许多台湾优秀的运动国手 所以在这个月的六号也获得了教育部体育推手奖的殊荣 世大运女排引起热烈讨论的球员皮皮和自由女神 你可能不知道她们都来自台电 106年体育推手奖于9月6号在台北颁奖 教育部体育署每年举办体育推手奖 来表扬支持体育活动的企业、团体与个人 而台电公司更是连续三年获得三大奖项的殊荣 台湾经历体育推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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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电长期以来培育了六支社会家足球队 包含男子棒球、足球、排球 以及女子排球、篮球、羽球 不仅为台湾培育许多优秀的运动员 许多更获雄为国家代表队为国争光 在世大运也缔造佳击 每位台湾英雄的养成都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达到的 除了必须靠选手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以外 更需要仰赖企业团体和许许多多 在默默默默付出的无名推手 除了精进球季 台电球队近年更前进偏乡推广运动 并于暑假举办放电营 带领小朋友一起认识球类运动 密切注意电力粉丝团的动态 也许明年你也能和台电国手们一起来动一动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